又有个臭宝的海棠养的要咯屁了 寄我这来了 继续挑战 臭宝们寄什么花 就给它救活什么花 先开箱 这么多臭宝喜欢养海棠 为什么就不养点梨花呢 一只梨花养海棠不是 但是梨花这个东西不行养是吧 梨 叫梨吧 梨 哎呀 哎呀 小飞 你到时候你从网上淘一个那种海棠 我教给他们怎么系统的去养货 好吗 然后呢看一下这个嗝屁了没有 快了 你知道吗 他这个是啥 他这个寄过来 但他寄的不是春风 然后但是连那个源头又搬地儿 搬地方了 我们找了找了好几天才找到 再跟你那个联系不到 他真的要嗝屁了 你还没看出来他这个是怎么回事吗 对啊 明然是看出来的 对啊 你看都长毛了 这个花友他整不明白 这个救不活了 这个这个咋给他救活啊 然后这个花友呢 已经要嗝屁了 先给大家说一说怎么死的吧 然后下期的时候呢 给大家我们从网上淘一个海棠过来 给大家系统的说一下怎么养货 因为咱们收到了没有十颗 也有七八颗了 这个是吧 这还是一个是吧 就各种海棠各种奇葩 有很多颗花友就寄过来的海棠 都是这种要嗝要嗝的 然后呢 跟大家说一下啊 养海棠用泥土可以吗 答案是可以的 你让你买两颗 买两颗买两颗这种海棠的桩 然后呢 咱们一颗呢 给大家用泥土去养 一颗呢 咱们洗根换土去养 好吧 跟大家说一下 养海棠注意几个点 第一 你用泥土用磁盆不要紧 但是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一个浇水的节奏和频率 你就在这儿 老万一我买土 我这个怎么怎么 你用点沙子也可以啊 对吧 你建筑工地上这种沙子都可以 它缺点肯定是有一点 这个是没什么救了 都可以了 是吧 你救也救不活 有一小点点 轻的这个位置都是这个 这个结架的这个位置 雅典这个位置 你看 这种都都都没救了 救不活了 这个 我们我在这话什么 寄养啊 就是你一定要寄顺丰或者京东 这个快递费要自己出 我寄养是免费的 我们不承担任何的这个风险 也不给你要任何的服务费 这个你放心 玩得起就玩 大家都成年人了 对吧 你别到时候说怨我们怎么怎么怎么 你寄个顺丰 它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你要这个花手寄的顺丰 不也就死了吗 这个你怨谁啊 还是因为咱们浇水 任何时候记住了 浇水一定要干了再浇 不干不浇 你用手摸一摸嘛 不干你老浇的干啥呀 还买这种装 买这种老装的你洗根换土 我下回也好好给大家讲一讲 好了这个花手这个就 咳屁了 下个戏去了 反正从接济养开始 没有十盆有八盆的这个海棠了 下一期的时候呢 我就买两颗海棠 一颗呢 给大家洗根换土的一个操作 一颗呢 用泥土去操作 好吧 别的没啥 记得点个关注吧 我老花一 养花最专一 想要寄养的臭宝 私信后来 下期再见 来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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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